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我觉得还是就是读剧本看到剧本的时候吧 那种兴奋感和那种对于这个故事的那种吸引 是非常就是让人深印象深刻 我当时最打托你过的印象就深的一场次 像这句台词是什么 其实更多的是孟超这个角色 因为他这个角色本身是非常极致的 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剧本啊故事上 你可能你看不到这样一个 就是他在自己成长过程中 然后自己要去就是要去走自己选择的这条路 其实他这个选择和他走的这个 这个社会上的路都是非常极端的 在其他的故事和或者其他的本子 其实是看不到这样的人物的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如果演员能够碰到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是非常幸运的 其实我们这个戏基本上都都没有化妆过 因为一开始就跟导演商量了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物形象啊 他的一些头头发呀造型什么的 我都是到了那边到了那边去烤黑的嘛 去美黑的就是在印象里已经是脑海里那种形象了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是对 那当时做那个美黑的时候会担心自己摆不回来吗 也没有那么严重嘛 就大概问了一下那个就是帮忙搞回那个店长 就说能不能以后摆回来 他说如果你想摆回来 就是过几个月他就会慢慢摆回来 包括也一直提到那种减肥的事情 烤回来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那那那肯定容易啊 就每天吃就完事了 所以你一个喜欢自己是当时瘦的状态还是胖的吗 嗯我觉得其实那种太瘦了也不太好 太胖了也不太好 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自己一个舒适的 就是自己觉得舒适的一个体重上 就是这样就是最好的 第一次拍的时候是拍就是在家里的那些 那个状态戏 就是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 我在家里一个人的那些状态戏 算是试拍吧 但是最后都用到了正片里 我觉得应该就是孟超一个人 他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 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啊 包括他对于他生活的一些刻画 我觉得都非常的属于孟超吧 所以放了进去 这肯定不是的 因为其实爱情非常小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爱情建立在所有 就觉得只要男女就是爱情 就如果是爱情 那其实在小宇认识孟超以前 那孟超去做的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 就是用一个词来讲就是非常的猥琐 就是他每天都是在跟踪文小语 因为他在纠结于要不要说 但是如果这真的只是出于爱情的话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但是其实孟超他并不是 因为他只是在他身上最根本的那种原始的善良和正直 身上的那种道义 因为他其实身上有着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在考虑我要不要去帮文小语一把 尽管我都不认识他是一个陌生人 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知道的这一个小小的事情告诉他 告诉他可能他就会知道真想 他可能就不会走我这条路 或者说告诉他 就是我觉得孟超之所以纠结是因为他 如果不告诉他可能过不去自己心里那个坎 对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爱情 大结局的时候有那个信什么的是表达了爱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出于成这样 其实那封信也是这样 因为你就可以看到孟超到最后来讲 他说他其实那封信并不是写给文小语 他是写给徐也的 那封信交代的是 你应该没有记错他原始 应该是说句实话 说句不害臊 不脸红的话 我是有点喜欢他的 其实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跟导演也是讨论了很久 孟超到底对文小语是什么感情 最后我觉得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 就是文小语跟孟超之间 他们俩真的不是因为爱情 那个才去帮助文小语的 但是他们在最之后的追求真相的各种的种种 孟超也说过他有点像他姐姐 而且孟超这个角色 真的是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上当时能依靠的 或者说只有文小语 就他就像那种沙漠里的那一片小小的绿洲 就是他只能跟他去交流 只能去信任他 我当时在看剧本看到最后孟超死 我是觉得他是完整的 从他就是杀害了村霸 从那时候逃亡的八年里面 他打过零工 修过车去工地上搬过砖 然后弄过钢筋 而且他在上去去打这些工的情况下 他还是一个未成年 就可能很多地方都是那种 根本就不要身份证的那种 就是所谓的那种黑工 就是他在上这些班 说不定还遇到了很多的排挤 你看包括在他家 你看他从来没有自己做过饭 他永远都是吃方便面 然后他在家里的那个插线板 包括都是剪 他只能用那个筷子去把那些线给他固定住 才能把那个灯给他亮开 包括他的桌子 他的凳子都是用砖头叠的 上面摆一个板 床全是用砖头垒的 他对生活是没有希望 没有规划的 他唯一一次做饭 是因为小雨跟蓝梅去到他家了 所以他才开始去动手 去为他们俩做东西 他才开始重新的对于自己 有了一点点的计划或者规划 他对于这个世界 是个非常非常没有眷恋的状态 我觉得他可能在逃亡的八年中 就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那种想死亡的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他最后 死也是达成了他的夙愿 他的一个重生吧 我觉得是属于他的重生 所以你刚刚分享的这个八年头 剩下的那些细节是 剧本你没有写过 还是说你自己去补复的写的那种小说 自己去完成 孟超他八年之后 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具象的 首先非常感谢陆导嘛 我觉得其实把孟超刻画到 就是我自己内心中的那个孟超 我觉得是就是应该做的 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孟超这个角色 能够这么的让人感动 这么的深入人心 其实拍这场戏的时候非常紧张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跟范维老师演戏 然后这场戏又是非常的 声猛嘛 非常的有劲的一场戏 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拍之前 那个导演还特地给我做了一个那种 进入人物的训练 就是让人物更加的 就是他跟我谈了一次话相当于 但是然后拍起来的时候 其实非常顺利 因为范维老师他给了我很多的 就是给了很多范 我也能还回去 就是大家就是在这样的 不停的来回的撞击中 然后把那场戏给拍出来 段桥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非常的幸运吧 因为在这个剧组有非常多厉害的 然后有自己独特审美 见解的各种老师 包括导演 然后方立总 还有曾健老师 包括我们的美术正审的老师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他们对于每场戏的见解 读解都是由他们自己的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跟他们学习到了非常多东西 我觉得一定是得享受表演 不管是你自己觉得好的表演 还是你自己觉得可能都没怎么演好的表演 我觉得都得也是享受的 好的就是会让你觉得 觉得非常的过瘾 那没有演好的其实会让你更加的去反思 当时怎么怎么着 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表演对于演员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就是很过瘾 所以现在的哪些戏 让你体会到了当演员的快乐和身体感 能不能分享一些那样的瞬间 《断桥》这部戏 我觉得每一场戏对于我来讲 都特别的特别的印象深刻 而且每一场戏演完都会在那种 那种余温里 就像电子波那种 它是语音绕梁似的 它不是扑的一下那种撞击 它会慢慢的让你才能 才能就是从戏里边 那场戏里边出不来 因为它 它的整个的拍摄方式 就是让你真的是非常沉浸 我其实觉得因为 它可能就是时间上恰巧吧 因为《断桥》也算是两年前的 那个作品了 其实我觉得演员需要做的 就是在你拍的每一场戏 每一个角色上做好功夫 就是在每一场戏 你认真地去对待 每一个角色 你认真地去对待 那至于拍完之后的这些 我觉得都是在 就是认真演戏后边的事了吧 演员生涯 我觉得就是 每一场戏 自己都会认真地去对待 演员其实就是 他的本职工作 就是演好每一场戏 一场戏 你也认真地去对待